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9月27号 星期五 我现在的所在地呢是 马来西亚 魏医省 我后面那一座是 新的一座 医院来的 政府医院 然后它的旧的 设备是在那边 我拍不到 我今天呢是 从那个 hospital discharge 过来了 因为我 我是25号已经搬到这里 入住医院 因为我是来做我的 我的左手掌身脂肪瘤 那脂肪瘤刚才 昨天今天早上刚才看的 它是大块一下 它是长有7公分 宽有5 所以终于拿出来了 然后呢 听其他的医生告诉我 他讲 我动手术的那位医生 是应孕男医生 他讲 这位医生是蛮前卫的 他也是要离 离开这个 政府医院 他 要去私人医院 发展 然后呢 刚才我查出来 你们知道我的手术 手术费用多少吗 那是手术费用 才马币不到60块 我前前后后呢 已经做了 有X-ray啊 超波啊 然后最后一个是MRI 然后过后 他就安排我 可以动手术了 然后呢 我觉得 他 考试在他的费用很低 不过呢 我已经前后等了半年才 不到我动手术 所以也是蛮处的啦 毕竟政府医院是这样子的 要等 但是他的费用 真的是太惊人了 才59块77 又做好 NERS 服务也做到 蛮不错的 好了 我现在录到这点 拜拜